钟馗这爆脾气在地府给年龙王吵起来了 原因是他想提审地府的一个冤魂 可是判官说这个冤魂已经进了地狱了 不能放出来 钟馗这时候脾气是好的 说我是查案让他配合一下而已 地府办事 案不正办 大将军过分的要求小判官不能善善 住口 那个小小的判官居然也贴了专恨跋扈 你们有权敏在手上 就拿着鸡毛当令箭了 我看你这老小子 就是嫌麻烦 小子你要是欠揍就明说 阎王爷一看钟馗发火了 赶忙说将军别着急 我马上让人把他提出来 果然还没两分钟 这冤魂莫成就给提了过来 据这莫成讲述 自己叫莫成 乃是太仆四卿莫怀谷的家仆 这莫怀谷有一个祖传的玉杯 叫易捧雪 传说这杯子有一对 另一只落在了日本人手里 只要两只杯子合在一起 就会折现出天大秘密 太师严松的儿子严世藩 就拉拢莫怀谷的养子汤琪 劝莫怀谷浇出一盆雪 遭到莫怀谷的一口挥卷 严松逼不得已 就对莫怀谷痛下杀手 莫怀谷只能带着家仆 莫成弃官而逃 逃到了一处破庙 这莫成见追兵追得太猛 怕莫怀谷这老爷子扛不住 于是就跟老爷互换了衣服 让老爷带着一盆雪逃命 自己则假借莫怀谷 引开追兵 莫成的忠心护主行为 也被忠惠三兄弟看在了眼里 没想到日本人也在四处寻找 另一只一盆雪 错把莫成当成了莫怀谷 这个忍者跟莫成打了得有半天 终于将莫成给杀了 就在他去搜身的时候 被王富渠给KO了 按道理 忠惠三兄弟只能斩妖出魔 不能杀人 怪就怪这个鬼子 在大明朝土地上兴凶了 而另一边 莫怀谷的养子汤琪正在娶妻 新娘子也不是外人 同样也是莫怀谷的养女 莫雪燕 莫雪燕非常痛恨着汤琪 为了巴结严松父子出卖一副 便决定在洞房之夜杀了他 为父报仇 汤琪喝得酩酊大醉的 就进来洞房 他没想到 自己居然真的跟莫雪燕成亲了 然而等待他的 竟然是莫雪燕的刀子 外本爬墙根等着闹洞房的人 还以为这小两口玩的动静比较大 等汤琪打开门 突然才看到 浑身是血的汤琪 倒在了地上 汤琪的魂魄被鬼差压着来到了地府 王副曲说 怎么这个魂魄这么泼泼烂烂呢 刘汉燕觉得 应该是死的时候 沾到了脏东西 魂魄不完整 投胎之后就是个残疾人 终回不想世间再多个残疾人 就一把把他们抓了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